好,今天要跟各位讲解的是6点式之一 以符号代表述 我们用以下这个教学活动来跟各位做一个示范 妈妈的年龄比女儿大24岁 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小题,如果女儿今年12岁 妈妈的年龄是几岁呢? 第二小题,如果女儿今年20岁 妈妈的年龄是几岁呢? 第三个小题 如果女儿今年框框岁 那妈妈的年龄要如何表示呢? 好,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想法来把它写下来 来,我们再看一下 题目有出现妈妈还有女儿 两个人的年龄的关系是 妈妈的年龄比女儿大24岁 所以我现在这里有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妈妈 好,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把女儿的年龄 好,我们用一个线段 来,这表示是女儿的年龄 好,然后再来 用另外一个线段 表示 这是妈妈的年龄 那题目说 说什么呢? 妈妈的年龄比女儿要怎么样? 大24岁 好,前面这里对齐哦 然后 来,女儿几岁不知道 然后妈妈呢 比她大了24岁 好,所以 不管 女儿是几岁 妈妈的年纪 永远比她大了 这一段24岁 好,那根据 这一个题目的叙述 妈妈的年龄比女儿大24岁 跟我这里图形 是不是都表示了 表示了什么呢? 是表示了妈妈的年龄 妈妈的年龄 4等于女儿 年龄 年龄 然后 加上 24 岁 这么多 对不对? 好,那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小题 好,题目说 如果女儿今年12岁 那妈妈的年龄是几岁呢? 好,来我们来看看 第一小题 好,她问 妈妈的年龄是几岁 好,那妈妈年龄在这 妈妈的年龄 根据上面这里 是女儿的年龄 加24 那女儿现在12岁 所以就是12 加上24 所以呢 就是36岁的意思 好,那第二小题呢 如果女儿今年20岁 那一样问 妈妈的年龄是几岁 好,所以第二小题 妈妈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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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样 根据上面这个关系是 她是女儿的年龄 现在是20岁 现在是20岁 然后一样加上多少 加上24 所以呢 就等于 44岁 好,那接着来看看 第三个小题 第三个小题 如果现在的女儿 是框框岁 那问妈妈的年龄 要如何表示呢 那一样 妈妈的年龄 她一样要符合 这里 妈妈的年龄是女儿的年龄 加上24 好,那这时候 女儿的年龄是12岁吗 好,如果是12岁 就写上12加24 那是20岁吗 好,如果是20岁 就是20加24 那现在是什么 她是一个不知道的 好,是一个框框 框框 里面我可以填上 任何的数字 好,那今天因为题目 没有说框框可以多少 所以呢 我们就是用框框 这个符号来表示 好,那一样 后面要加上24岁 好,因为题目说的 妈妈的年龄比女儿 大24 这么多 然后图形上也是 好,妈妈的年龄 比女儿大了24岁 好,所以我这里 也是加上24 好,那框框加24 等于多少呢 好,今天如果没有告诉你框框是多少 哪一个数字 那我们就是用框框加24来代表妈妈的年龄 所以就是框框加24这么多岁 好,所以现在三个小题我们都算出来了 好,我们就最后写上答案 答 第一小题 当女儿12岁的时候 妈妈的年龄是36岁 第二小题 当女儿的年龄20岁的时候 妈妈呢 她是44岁 第三个小题 当女儿的年龄框框 岁的时候 这时候妈妈的年龄呢 就框框加24 这么多岁来表示 好,所以我们现在 就完成了这一个教学活动 好,那在刚刚的那个教学活动之后 我们现在马上来做个例题 来做个练习 题目是这样子的 姐姐的钱比妹妹多100元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小题 若妹妹有150元 那请问姐姐有多少元呢 第二小题 若妹妹有X元 请问要如何表示姐姐有几元呢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的来解这个题目 好来,那我们看一下哦 好,题目说姐姐的钱比妹妹多了100元 好,所以这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妹妹 一个呢 是姐姐 然后 然后 妹妹有多少钱 不知道 姐姐多少钱也不知道 但是呢 姐姐的钱比妹妹怎样 是多了100元 好,所以我们这里画两个线段 来表示 妹妹的钱以及姐姐的钱 然后前面我们这里对齐 然后呢 来看一下 妹妹的钱在这 那姐姐的钱 又比妹妹的钱多出了多少 是100元 好,题目说的 好,那所以我们 可以怎么样来表示 是姐姐姐的钱跟妹妹的钱呢 好,是姐姐的钱 是不是等于 妹妹的钱 妹妹的钱 怎样 是多了100元 是多出了这一段100元 所以就是 加上 100元 这么多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 第1个小题 好,如果现在妹妹有150元 那姐姐有几元呢 好,来 姐姐的钱 是不是妹妹的钱加上100 对不对 那现在妹妹的钱是多少 好,题目说的150 所以就是150加上100 所以呢 多少 很好 所以是250元这么多 好,那第二小题呢 妹妹现在有X元 那请问要如何表示 姐姐有几元 那一样 姐姐的钱 是不是等于妹妹的钱 加上100元那么多 对不对 那现在妹妹有多少 是X元 那我这个地方就写上X 好,那X加100呢 如果今天不知道X是多少 那我们就用X加100 这么多钱 来表示姐姐的钱 好,那现在这两个小题 我们都算出来了 好,所以最后我们就写上 我们的答案 好,答第一小题 妹妹有150元的时候 姐姐呢 是有250元这么多 那第二小题呢 当妹妹有X元 那姐姐的钱呢 就是用X加上100 这么多钱 好,所以现在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一个例题的讲解 博友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本影片由 鸿海教育基金会 赞助录制 我本来就忘记写了